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心双台共舞最新动态 现在除了康森台风 今天上午参数台风也增强为中度台风龙 可以看到画面中目前 它的台风演示相当清晰 8日下午的位置是在 俄罗比东南东方向的海面 未来几天预计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一路朝西北溪的方向前进 而这个参数台风除了路径的变数大 清台的几率目前看起来也很高 气象局就预估目前最快9日晚间 到10日的清晨就会发布海景 至于会不会直接登陆 则是需要再观察 另外特别要留意的是参数台风 虽然目前暴风圈的半径不大 但是它是一直在持续的变胖当中 但您看到 西上午才刚形成的参数短短一天之内 就从清台迅速伸出台风演 并且达到了中台的水准 到了8日凌晨 则是已经达到强台水准了 那么面对参数强度可能再进化 气象专家对于这次的双台接力行程 以及到底对台湾有没有影响 带您掌握最新动态 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的参数台风 快速变撞成中台 持续向西靠近台湾 外界担心会不会贯穿台湾 气象专家贾欣欣博士指出 由于太平洋高压减弱速度变慢 参数台风一群日本模式 提前北转的机会仅有两成 各国的路径资料目前看起来 那大概在朝着这个旅宋岛北边外海 也就是说离台湾比较远一点点的机会 目前看起来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大概其实介于大概是四成左右的一个机会 美国的西静预报它上来之后 进入到巴士海峡的时候 稍微会比较往台湾海峡的方向靠 目前看起来大概是三成左右 贾欣欣博士推测 参数台风最快会在10号凌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同日下午针对恒春半岛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但是从欧美的预测路径来看 参数台风与台湾人是有段距离 台风本身的暴风圈对台湾的影响有限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在未来几天 还是会带来短暂正雨 目前研判参数台风 它最靠近我们的时间点 目前是从9月11号到12号之间 如果它比较偏更南边 就是比较接近旅宋岛的陆地的话 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 可能就会比较偏在台东的南侧跟恒春半岛 当然它的路径如果北边一点点 等它如果上到台湾海峡的南侧的时候 它的风向会慢慢转成比较偏南风跟西南风 这个时候的雨势慢慢也会转到 大概是在嘉域以南的一个地方 台湾除了东南方有参数台风沉沉欲动 西南方还有轻度台风康森行程 双台夹击会不会引起藤原效应 带来更大的雨势 目前因为康森台风它稍微减弱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这两个台风中间呢 又夹着这个旅宋岛的地形的这个影响 所以目前短时间来看的话 大概未来四八小时呢 基本上这两个台风呢 它不会有所谓的藤原效应产生 贾欣欣博士也提醒 参数台风的路径变数还很大 明后天都要紧盯北方太平洋高压的走势 只要高压减弱趋势持续放慢 参数清台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 以上是记者杨佑如采访报道 参数台风持续逼近 提醒您这个周末要特别留意天气动态了 最快明天开始就会陆续影响台湾 尤其是在东部的外海 以及恒春半岛西南部的外海 都有可能长浪会出现 提醒民众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海边 至于未来36到72小时参数会不会再进化 气象专家也说要看热带低气压的减弱程度 以及太平洋高压的动态 这些都会是影响台风变化的关键 这边也提醒您在台风来袭之前 务必要严加防范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